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截谷的一家虚拟实景初创公司效力 他说试图在亚洲创办企业要比截谷难得多 他说在截谷投资者在应对风险方面更自愈 席谷投资人梁硕说这种不同背后最大的原因之一 是人如何看待风险和失败 在截谷投资者不把失败看作负面的东西 合资伙伴陈平说 即使在这里人会以更积极的心态看待失败 不过陈平说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不断来到直谷 梦想着能够成为下一个谷歌或者脸书 很多来自海外的企业家有过硬的技术知识 但是他们可能缺乏远技能 直谷投资者不单只在美国 亦在海外寻找这些技能 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亦不断变化 创新不止发生在中国 随着科技的传播整个东南亚都兴起一股创新浪潮 美国之音记者李艾林三藩市报道 贝德福德是一名非主流的艺术家 他的创作就表达出对生活的幽默态度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 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这些材料都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收集的 古董店、廉价商品店 赫拉下贝德福德能够将这些原材料都变成艺术品 每一条材料本身都通过自己的属性 来反映贝德福德当下的所思所想 贝德福德现在将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制造组装艺术品上 他亦都对雕刻和摄影有一些兴趣 而且他的作品总不失一毫幽默感 比如这一个就是他对上埃及的阿布申贝神庙的解读 这是一个有名的照片 在古董店里的古董店 我只是用了枯萝卜 它们在枯萝卜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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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马里兰州的海厄磁维尔的房屋的墙上 挂满了他的作品 这些艺术品使他感到满足和欣慰 即使贝德福德开着他的95年 连说弗兰克普利斯旅行车的时候 他仍然浸淫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报道 多谢大家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吴敬阳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